繼續有些短暖陣雨 氣象局也持續針對南部地區發佈大雨特報 而至於在中部花東的山區的話 今天也是零零星星會有一些短暖雨的現象 其他地方天氣則大致是多雲道晴 而且有點炎熱的天氣 不過在中午過後 北部的山區我們預計也會有一些午後雷陣雨發展起來 而至於在未來的天氣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衛星雲圖的部分 從衛星雲圖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今年的第六號颱風卡努 目前已經來到了台灣東北東方 大概1000公里左右的位置了 這個颱風未來會持續的遠離台灣 往日本跟韓國前去 所以這週有要前往日本韓國的朋友 可能要留意一下當地的天氣 而台灣附近今天還是持續吹著西南風的環境 未來一整週可能都是西南風的環境 因此我們預計在迎風面的降雨呢 在未來一週還是比較明顯的 從未來一週的降雨趨勢圖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在今天當然降雨還是明顯 禮拜二禮拜三我們持續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大概在中南部地區 仍然是會有短暗陣雨出現 當中可能會有局部性的大雨發生 而這一段時間水氣有稍微增加一點點 因此在北部地區可能也會有一些零星的短暗陣雨 其他地方的山區則是會有午後雷陣雨出現 不過這個禮拜水氣最多的時間 我們預計會是在禮拜四禮拜五的這一段時間 水氣比較多 所以其實在這一段時間 全台都會有短暗陣雨或雷雨出現 尤其是西半部可能都會有局部性大雨發生 當中會伴隨一些短延時的強降雨 禮拜四禮拜五將是這一週水氣最多的時候 而我們預計到了禮拜六之後 西南風有逐漸減弱的趨勢 因此在中南部雨勢上逐漸緩和 但是還是有些短暗陣雨的現象 而北部跟東半部則逐漸變成 典型夏季的天氣形態 午後會有些局部的雷陣雨 這一段時間除了降雨我們需要注意之外 在溫度的部分 尤其是今天我們要特別的留意 今天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在溫度的部分 北部跟東半部因為是西南風的背風面 所以今天高溫還是比較高 我們持續針對桃園以北 以及東半部地區發布高溫資訊 尤其是在雙北以及花蓮台東 有可能會有局部38度的高溫出現 提醒在這些地方的朋友 中午外出要做好防重暑 並且多補充水分以及防曬的工作 到了8號之後剛剛有提到水氣有逐漸的增多了 所以整體的高溫有慢慢下降的情形 但是各地的高溫感受上還是比較悶熱 因此在未來一週的話 這一段時間天氣相當的不穩定 在今天一直到禮拜三 包括中南部可能要特別留意 雨勢會比較大 而到了禮拜四禮拜五水氣又更多了 西半部可能會有局部性的大雨發生 水氣比較多的時間點一直要到週六 西南風逐漸減弱之後 才會慢慢地 雨勢才會慢慢地緩和下來 另外我們在今天早上的八點鐘的時候 其實在西北太平洋有另外一個熱帶性低氣壓行程 我們從全球的衛星雲圖上面可以看到 台灣在這個位置 這個熱帶性低氣壓大概在台灣的東南東方 大概三千公里左右的位置 兩千多公里到三千多公里左右的位置 那這是熱帶性低氣壓 未來的話這個熱帶性低氣壓有逐漸發展為颱風的可能 我們預計明天發展為颱風的機會是高的 不過路徑上面看起來應該是逐漸地往日本東方海面前進 離台灣都是比較遙遠的情形 以上是今天早上的天氣說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